特斯拉VS比亚迪最新情字 2022年12月8日,星期四 一一传闻 马斯克决定任命中国区总裁朱晓彤为特斯拉全球CEO 公开资料显示 朱晓彤于2014年4月加入特斯拉汽车公司 担任特斯拉中国超级充电站项目总监 2014年12月 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吴碧轩离职 超级充电站项目总监朱晓彤接任其职 在担任中国区总裁期间 朱晓彤主导了一系列特斯拉产品中国本土化事项 包括体验中心开业 新车、在华传播 以及上海特斯拉超级工厂的建设等 二离中国国家补贴取消仅剩20天 特斯拉在中国载降2000元 现在提车至少能省2.1万元 在年底前的20多天时间里 消费者抓紧购买符合条件的电动车 还能赶上万元国补的末班车 为让更多消费者把握契机 特斯拉推出了诸多福利 福利一 限时限车福利 消费者于12月购买现车并完成交付 可享受6000元现车福利 福利二 限时限车保险补贴 消费者于12月购买现车并按气体车 可享受4000元保险补贴 福利三 自助下单积分奖励 12月消费者通过线上自助下单 订购Model 3或Model 1 并完成交付 可获得2万分宝箱积分奖励 能兑换5000公里 超充里程额度等众多好物 同时 为加速 由换电进程 特斯拉也推出了燃油车置换福利 截止至12月31日订车 并在交付前完成置换协议签署的用户 可获得增强版自动辅助驾驶功能 90天免费试用机会 由此计算 12月购入特斯拉 可节省经费至少2.1万元 可谓是难得的黄金入手期 三 有网友统计中美两地在售豪华车价格差异 统计显示 特斯拉Model Y长续航版车型 在每起售价约合人民币42.13万 中国国内官网 售价仅为35.79万元 低于美国售价6.3万元 中国市场Model 3和Model Y车型售价全球最低 可以这么说 特斯拉结束了豪华品牌在中国高定价时代 四新能源汽车双雄的东升西降 特斯拉 2021年销量93.6万辆 2022年预计140万辆 2023年预计210万辆 比亚迪 2021年销量74万辆 2022年预计190万辆 2023年预计300万辆 五新能源汽车市场展望 一 2022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中国预计全年销量680万辆 欧洲预计全年销量230万辆 美国预计全年销量100至110万辆 全球预计全年销量1000万辆 二 2023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全球1400万辆 三 2025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 全球2500至3000万辆 六 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报道 苹果汽车将放弃L5级自动驾驶 优先将车辆推向市场 据知情人士透露 造车项目的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 该公司现在正在计划一个 不那么雄心勃勃的设计 其中将包括一个方向盘和踏板 并且只支持高速公路上的 全自动驾驶能力 苹果最初的设想是 推出一款没有方向盘或者踏板的L5级 全自动驾驶汽车 七 随着苹果设计重心从L5降低到L4 苹果汽车回归传统汽车的设计风格 不再采用L5车型那种乘客面对面的设计 此外 Apple仍在努力寻找合作伙伴来购买现有的电动汽车平台 而不是开发自己的平台 把中国成联会初步统计 11月1至30日 乘用车市场零售170.1万辆 同比去年下降6% 较上月同期下降8% 中国全国乘用车厂商批发2.5万辆 同比去年下降7% 较上月同期下降9% 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销量73万辆 同比正70% 环比正8% 批发渗透率在36%左右 零售销量约65万辆 同比80% 环比正18% 零售渗透率38%左右 92月7日消息 比亚迪执行副总裁 李克周二接受采访时表示 尽管伯克希尔哈萨维 今年出售了该公司超过五分之一的持股 但其创始人 股神沃伦 巴菲特仍非常看好比亚迪的未来 绝不会放弃他 史比亚迪副总裁李克说 比亚迪正寻求在欧洲建设制造工厂 而且可能不仅仅建设一家工厂 而是两家 巴菲特语录 短期的股市预测是毒药 应该把它摆放在安全的地方 远离儿童 以及那些在股市中的行为 像小孩般幼稚的人 曾博士解读 很多20多年的老股民 甚至还有话不离巴菲特的 所谓价值投资者 都经常有一个毛病 试图把股市短期预测 和长期价值结合起来 像长短通吃 把利益最大化 其实这就是贪婪 沉迷短期预测的人 很难做好价值投资 诺贝尔奖获得者 Aro曾经做过一个 3000人的模拟实验 结果证明 股市短期波动是无法预测的 10年以上的超长期也无法预测 只有中期预测 有一定规律可循 谢谢大家阅读 支持 订阅 以便我们持续做出更好的节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这一期视频 订阅 都不用擅长 股市短期预测 细订